2018年的4月14號 黃寶晉在園林公園裡面參加繪畫比賽 然後他畫了 他叫爸爸畫了一隻皮卡丘 對 很棒喔 然後這是黃寶晴 黃寶晴你畫了什麼東西 你畫了爸爸 還有太陽 還有草 還有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個是 那個是 很棒喔 100分